这回这个间谍气球对美国意味着什么 说明美国整个内部对中国的情报掌握是灾难级的 就是你能想到这个国家这么伟大的美国 对共产党他把球准备放出来 严格讲咱脑子想象美国人中南坑一说要放球你就知道了 这才是咱们想象中的美国 第二放出来了那美国肯定马上知道 第三个进了美国进了美国马上知道 第四个当然美国就转了一天了一个小时了 肯定知道都没有都没有啊 这是有多可怕的事情 问题是美国对情报的把握 记住两国交战谁先掌握情报 而不是谁的团间炮令 不是这个 美国的情报的失误太可怕 情报这个问题那更说明了一个 就是中共在全世界所有布置的军事和军事科技的战略和战术 全部都不了解 就美国的情报和对中共国的 PLA的战术战略完全灾难的结果 第二个是共产党跑了你美国欧洲来 人家到你家能借用一个气球告诉你 对对方的心灵精神上的震慑 是想想的 所以说这次的不对称战争超限战共产党百分之百亿 这是美国忘记了上帝 信仰上帝的国家信仰了金钱 信仰了撒旦共产党 信仰了华尔街信仰了共产主义 必然是这么强大的国家如此之不堪 我跟你说习死黄这个人 这一生当中最辉煌的时刻就是这一刻 他再也没有了 但这一生绝对是在全球军事战略上 他永远有他的位置 走走看 这个人能在这个时候俄乌战争之后 能用气球对西方发动一场心理上精神上 实力上的彻底的摧毁战 你们不知道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分开有多重要 就美国人一想 这14亿人占了全人类的八分之一 或者是七分之一 全亚洲人占了全世界的50% 而亚洲已经牢牢被共产党控制 你怎么可能说把14亿人改变 那是不可能的 美国这次的这个气球事件 你可以看出来 美国这个所有做的事情兄弟姐妹们 不要再有任何任何天真 绝对不要